大家好,我是张鑫 前几天我们不是录了那个借钱还钱的一集吗 我发现下面好多朋友啊 都是把钱借给朋友 后来朋友就没有还钱了 今天我想聊一聊这个主题 也就是什么是朋友 在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读了很多论语,读了很多古书 在我们印象当中 什么是朋友呢 朋友之间可以有通才之意 就是你的钱就是我的钱 你遇到事情才拿钱出来 我遇到事情拿钱出来帮助我 朋友之间有通才之意 君子之交淡如水 平常看起来虽然没什么 但实际上遇到事情的时候 会要两肋插刀的 朋友就是自己 我们在以前学的五轮里面叫做 君臣有义,父子有亲 夫妻有别,长幼有序 第五五个 中国最重视的五轮就是朋友有信 朋友之间是要有信用的 不可以骗人的 如果会骗人互相欺骗 甚至榨取金钱 那根本就算不上朋友 那算哪门子的朋友 你说是吗 可是在我们这一代人里面 我们觉得朋友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因为从小教育就是这么教育我们的 可是现在社会 什么是朋友呢 朋友好像变得非常廉价 过去其实要交几个知心好友 不容易 现在呢 好像变得很容易 为什么 大家想想看 最容易交到朋友的地方在哪里 脸书,Facebook 可能只要按一下 哎呀交友 你要找别人怎么样 邀约 哎,别人按一下 你就变成朋友了 现在朋友变得好像很廉价 拿赖拿出来扫一下 变朋友 微信加一下 变朋友 不但加他朋友 他还会把你把它加到他的朋友群里面 你不但认识他 还认识他的一群朋友 通通叫做朋友 所以在我们这一代人里面 就产生了一些混乱 我们学到的教育是 朋友之间就是有通才之意 要两乐插刀 要互相帮忙 中间要有信用 可是我们把别人当朋友 别人到底有 没有把我们当朋友呢 最容易交到朋友的 大概是在人生的几个阶段 第一个是在求学阶段 同学之间真的是会有 纯纯的友谊的 因为同学之间 没什么厉害关系 小时候建立起来的友谊 那是可以保持很长久的 虽然很久没有磨面 但碰在一起 好像一见如骨 但是要借钱 以后再说 通常啊 你没有什么常常联络的朋友 或者是同学会打电话来 不外乎几件事 第一个找你出去玩 我说成那是朋友嘛 出去聊聊天总是要的 再不然就是怎么样 卖你保险直销零股塔 来做直销卖东西的 这几个通常啊 会突然出现 不然朋友之间虽然有点清淡 但是偶尔还是会联系联系 互相关心一下 突然之间出现了 总是有点问题 第二个 很多人说交朋友 就是在职场当中了 可是大家想看 你到底到公司去上班 为的目的是什么 是去交朋友的吗 通常那是有钱人的事 对我们来讲 当然不是去交朋友的 我们是去学技术的 我们是去培养能力的 我们在那里是付出自己的劳力和价值 去换取一些微薄的薪资的 我们在那里是要把握时间 怎么样 抓紧时间学习东西 然后往上继续攀升啊 这样子才能够创造 职场当中的巅峰 你在职场当中 真的能够有几个好朋友吗 说实话不容易 我们常常劝一些年轻朋友 在同事之间有些话能说 有些话不能说 凡事要小心 不要乱说 不要把所有的人 都当做自己的朋友 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你会发现 你讲出去的秘密 全世界都知道 只有你自己 不知道别人知道了没有 你可以再想一想 平常称兄道弟的那一些同事 一旦不但 不管是你离职 还是他离职之后 到底联络的还会有几个人 很少很少吧 我们绝对不能否定 职场当中 是可以交到一些 莫逆之交或知己的 但那个比例 很低 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呢 我要陈述的一个事实就是 我们过去认为的朋友 或者是朋友之间 应该信守的那些原则 和现在 对朋友的定义是 不一样的 因为现在的朋友变得很廉价 反正有事没事都是朋友嘛 你看 加LINE 加微信 加朋友 加朋友圈 通常朋友圈是干嘛的 卖东西 卖货 不然就贴个早安图 那算朋友吗 大家可以回去 想一想 最后回到 借钱不借钱 这块事情上 现在的朋友和过去朋友的定义不同了 所以啊 我个人觉得 当你要把钱借出去给你心目中所谓的朋友的时候 可以反过来想一想 如果你自己缺钱 要找现在坐在你对面或跟你联络的这位朋友借个十万块 他会不会借给你 如果你挤金思考 他真的会借给你 那或许你可以量力而为帮他一把 如果你有那么一点点迟疑 他可能不会借你 或者是面有难色 那好非哦 我劝劝你 就别把钱拿出去借人了 借钱犹如肉包子打狗 拨出去的水 收不回来的 借钱给别人 就好像人才两师 不借给他顶多损失朋友 钱还留着 你到底要损失朋友 还是人才两师 那就是自己的抉择咯 好嘞 张星幻谈 今天礼拜五又跟大家聊聊 朋友的过去现在 还有朋友之间 到底还有没有通才之意 张星幻谈 天天都有新鲜事 咱们明天见 拜拜